健康城市万人路跑首度是移私到台东来进行 近3000位来自各地的亲子朋友以及情侣们 17号的清晨6点半从火水湖出发 大家不为强烈冷气团的低温 开心的参与一起迈向健康的人生 天才为亮虽然冷气团报到 台东火水湖畔就聚集许多不为寒冷的民众 准备参加健康城市万人路跑活动 这次的活动特色相当多 我们每一个选手参加的人员都会给一个完成奖牌 相当有纪念价值 还有这一场的纪念腰包 每一个选手参与人都有一份 这次台东县万人城市健康路跑 总报名人数接近3000人 这次的早上的气候相当的温和 相当的舒服 参与的民众也相当多 欢迎各位每一年都能够来参加台东县健康万人路跑 3 2 1 这场路跑活动环绕 这场路跑活动环绕 火水湖一圈全长共2.5公里 许多民众全家出动参加 有好姐妹便装成超级玛丽 边路跑边拍照留念 也有全家包括婴儿都带上迷路头饰 非常有耶诞节的气氛 因为台东县是好山好水好风景 所以我们特地协会第一年在这边举办城市健康万人路跑 以后每年都会办吗 只要我们的县市长很乐意来给协会机会 我们愿意每一年都来这边举办 太动了 太动了 他就说人生嘛 人生嘛 第一次嘛 没有啊我们之前有参加过路跑 比基尼的路跑 那为什么要赢这个 没有啊就好奇啊 因为 对啊玛丽兄弟 超级玛丽也是在跑步啊 所以我们就跑点玛丽 可是玛丽姐妹就对了 对 嘿嘿嘿 有非常快乐的回忆 一月 一月 请把号码布设出来 先走 先走 慢慢走 好 好 准备了 要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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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摸